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48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 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予以禁止 这一宣言就是在给那些世界上还存在的奴隶制度地区下着最后通牒 而当时的中国境内有一个地方 一直充满着黑暗,压迫,无人权可言 而这个地方就是旧西藏 有人说,如果你没有见过旧西藏 你不会知道现在的西藏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也有人说,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里 最靠近佛门重地的灵山却有着最为黑暗的地方 施陀岭就是在影射和讽刺旧西藏 可见当时的旧西藏有多么的黑暗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环境之下 背后还有以英美为首帝国主义扶持的藏独势力 加上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 这个当时拥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 却只有百万人口的旧西藏 究竟是怎样的一片人间地狱 和平解放旧西藏又经历过多少曲折 共产党是如何还给藏区人民的一片青天的 首先为什么说以前的旧西藏 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社会呢 因为当时的旧西藏长期实行的是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他们拥有自己的政府 也有自己的武装 但都控制在寺庙僧侣和贵族手中 而且他们的社会等级非常森严 最上层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活佛 其次是一般的僧侣喇嘛和农奴族 最下层的就是农奴了 而农奴的比例占据了95% 喇嘛和贵族却几乎占据了百分之百的土地 你可以理解成旧西藏就是一个大部分农奴 为一小撮喇嘛贵族所服务的压迫社会 而且这种奴役它不仅仅是指奴役一代人 而是世世代代 因为这种近千年的落后黑暗制度 统治者制定一系列文所未文的科捐杂税 让藏民们背负着沉重的乌拉差役和被高利贷盘剥 几乎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 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债务的 很多都是祖祖辈辈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 简单来说就是你欠下的债 你这一代没还完会继承到你孩子那一代继续为奴 继续还 而这些债就是自古以来 喇嘛和贵族们所领导的地方政府所定下的 而且农奴在旧式社会是没有人权可言的 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在喇嘛贵族眼里 他们甚至都不是人 只是一件可以行走利用的工具 而在当时的旧西藏 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农奴 要遭受一辈子非人的待遇 由于旧西藏政府具有封建迷信的宗教思想 所以对于处于最底层的藏区人民是残忍的 若违反贵族命令 或在仪式上不小心看了贵族 会被采取碗木 废油 断枝 剥皮等酷刑 甚至因为少女的人脾更有弹性 为了制作人脾弹卡 人脾骨 可以随意夺取她的生命 在他们眼里 这些农奴的价值还不如一头牦牛 还有很多骇人听闻的迷信活动和残忍手段 因为画面和事实太过残忍 真实军这里就不多做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电影农奴 和纪录片西藏的秘密 在了解西藏人民的水生活热后 时间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时教员为了新中国统一大野 在对禁军西藏的问题上做出部署 禁军西藏已早不宜迟 西藏人口虽不多 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 我们必须统一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已是同年 朱总司令在人民日报上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一定要解放西藏 当时的西藏政府 在英美帝国主义等势力的扶持下 背靠印度正加快着西藏独立的阴谋 所以西藏的统治者面对解放军 解放西藏的宣告 也是保持着对抗的姿态 中央对待西藏采取的是和平解决的方式 以和平谈判来进行 可我们抱着诚恳的态度 西藏当局却认为这是软弱可惜 加上自己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所以始终保持着对抗的姿态 教员的意思是先谈 如果谈不拢教训一下 我们再谈 于是在组织和谈的同时 指派了以司令员刘伯成 政委邓小平带领的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 由张国华带领的十八军担负进藏主力 由于当地民众长期受到宗教蛊惑压迫 解放军为了让藏民们放心 定下了铁的纪律 不住民房 古进寺庙 不征用民工 不乱借群众用具 公平交易 说话合计 还定下了进军西藏 不吃地方铁的原则 就是让西藏人民看到我解放军的最大诚意 而西藏当局为了组织解放军进军西藏 也在积极备战 他们从国外运进大批军火电台 用印度教官训练当地藏军 武装了将近一万多人 并将其部署在昌都和金沙江岸地区 企图阻止解放军从西康昌都进藏 重演了先前各个地方与中央武装对抗的闹局 那面对旧西藏当局势力的武装对抗 为迅速打开和谈局面 十八军于1950年10月发起了昌都战役 实施了强度金沙江和大迂回包围的战役部署 战斗打下后 解放军以完全一边倒的优势 摧枯拉朽般的揭灭了不堪意见的藏军 粉碎了敌人意志 战斗中 我们以两个连与敌人一个戴本打了一仗 仅仅以一个牌的力量便冲垮了敌人一个戴本 在这里解释一下 藏军一个戴本就是一个团 有一千多人 那十八军也用实力证明了 人民解放军是不可阻挡的 而昌都战役的胜利也实现了教员以打促谈 以打促和的意图 彻底瓦解了西藏地方政府原先不切实际的抵抗和幻想 最终还是选择了和平谈判的方法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俗称17条协议 协议的具体内容我将放在下方评论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至此从1949年2月教员提速解放西藏到1951年7月完成和平进藏的任务仅用三年时间 真实军认为 旧西藏躺避党军的招式是我们在解放全中国时那些反动派常见的计量 当年蒋介石永远百万大军和美国先进的武器都没挡住历史的车轮 败逃台湾 如今解放西藏更是势不可当 但是西藏的解放仅仅是完成了版图的统一 对于西藏人民的苦难 对于农奴制仍然没有终结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看完本期你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我们教的朋友 下期接着讲